出發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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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 我們終於來到今年最重要的馬拉松了 也就是台北馬拉松 現在時間大概已經6點21分 待會6點30分 全馬跑得即將出發 那我這次是參加半程馬拉松 那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就是我要擔任我們跑團的配速員 所以待會我會帶領我的學員 大概以兩小時的目標跑到終點 那一場半程馬拉松要跑得好呢 其實配速是非常重要的 這次我們的目標 會是前面半程啊 可能速度會稍微快一點 因為在剛出發的時候 我們會擠在比較後面 C區起跑 那從C區到起跑點 可能會耽誤大概5到10分鐘 但我們目標是要慢慢追回來 所以前面會稍微快一點點 那後面稍微穩回來 因為前面的距離都是平路為主 要爭取一些優勢 在後半段可能有上下坡的起步變化的時候 才不會速度掉太多 OK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吧 肉身 Go 今天我們的目標 因為剛意外的擠到還滿前面 所以我們等一下 預計會用5分30的配速 然後稍微跑出人群 那如果比較穩定之後 就大概以530的配速前進 因為前面這一段是比較平緩 那其實到10公里左右 就會開始有一些上下坡的起步 所以我們預計前面這一段 速度會稍微拉一點點 然後後面的人比較少的話 就可以以比較穩定的配速前進 期待 今天天氣真的是15度還滿乾冷的 14度現在 7 6 5 4 3 2 1 Go 1 2 2 3 4 5 5 已經好久沒有比賽了 終於有機會 再重新踏到台北市的路中間跑步 出發吧 我們終於跑出人群了 加油 希望我的列車沒有跟上 我們今天的目標是以530完成 我們大概跑了200公尺 這邊稍微寬廣了一點 接下來目標是第一個水站 5公里 好稍微調整一下呼吸 稍微跑出人群之後 慢慢找到原本的節奏 因為剛剛在追 所以會有一點 呼吸可能太急促 稍微調整一下 現在這條路上 只有我們幾個人 跟你講 就是沒有人出來帶路 你看 這位俑澤我們跟著他 前面完全沒有人 不要跟著他們在那邊擠了 只是這邊稍微會繞大圈一點 因為等下前面到 人在圓環 會稍微 一樣右轉會繞比較大圈 但這邊配速稍微 比較不用被影響 GOGO 第一公里 5分52 我們剛剛前面 大概 落差大概 快一分鐘 所以我們出發的時候 其實 呃 delay大概是50秒 但是 還OK 還OK 差不多是目標配速 可以跟上你的列車嗎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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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這裡會不會 太輕鬆一點 不會啊 是嗎 這個配速欸 450 450有點高過於你的配速目標 你本來說50到55 哈哈 我就說 後面不能施速 我說我是提感列車不負責任的那一種 還好還沒有人跟著你 哈哈 哈哈 不然 可能會爆掉 好好 加油加油 我要去配兩小時了 我要下去後面 OKOK 終點見 掰掰 第二K 5分12秒 稍微有點小快 所以接下來我們跑出人群 可以稍微抓到穩定的配速 第三K目標就是降到5分30 5分30 現在就是進入比較 算是趨於穩定的狀態 就盡量不要被其他人影響 因為接下來你還是很想衝 可是比賽還有19公里 所以想辦法在這邊稍微降速回來 已經抓 追回到我們的目標配速這樣就好 我們現在2K平均是剛跑11分整 所以就剛好是5分半的配速 繼續維持 5分33 第三公里5分33 我們現在已經跑到新深南路 人海路交叉口 通常 跑SEICO或是其他比賽 就會從這裡 左轉準備上橋 好 還有2公里 就會到第一個水站 即將 跑到總統府 4公里左右 目前第4K 5分23 稍微快一點點 還可以接受 等一下到總統府的下一K 就是第一個水站 看這裡稍微 人變得比較密集 因為從四線道 變成兩線道 欸這裡好像還是四線道 然後我們也意外跟上大會的 兩小時列車了 所以我們現在配速 已經慢慢回到目標 我們要達成的 預設配速 繼續前進 Go Go 5公里 5分49 我們剛剛這一公里 經歷了水站之亂 沒關係 速度還在控制範圍 就是前面只要5分半 目標就是為了 過水站的時候 可以有空間 稍微向慢一點 經過第一個晶片區 下個水站 7.5公里 這個半馬的我們大概 10K 或12.5K 可以吃果膠 所以 我們這個組別 大概抓 10K吃是OK 但如果你只有一包的話 12.5K再吃 12.5K OK 5分29 Yes 慢慢回到目標配速 現在在 中正紀念堂 現在跑在中正紀念堂外圍 已經6K 下個水站是7.5 前面準備 犯馬全馬分道 但現在這邊 應該已經沒有全馬跑到這了 加油 加油加油 我們跑到 總統府前 要跟全馬跑這個會合 今天天一場棒 看這個天空 前面就是7.5的水站 往回 前進到中山北路 然後準備 上圓山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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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 你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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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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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邊回到台大醫院前面 中山北路 剛剛的7.5公里水站 算是人流稍微拉開 所以通常建議大家 就是水 不要第一站就拿 因為後面都沒有人要拿 那進去的話 可以的話 先拿運動飲料再喝水 但是有時候比賽 運動飲料都在後面 所以看狀況 OK 第8K 5分32 回到目標配速 繼續繼續 9公里 第9K 5分28秒 差不多 我們的目標就是抓530左右 然後現在稍微 所以我覺得人流比較空一點 那等一下 10K 準備吃 第一個果膠 目標大概是 兩包的話 10K吃一次 15K吃一次 那如果是 只有吃一條 大概可以抓到 12.5K來吃第一包 第10公里 5分34秒 我們現在10K跑完 大概是用了 55分45 所以距離我們的目標配速 大概是爭取了 大概兩分鐘的時間差 那後面的上坡 會可能稍微慢一點 所以接下來 就可以稍微聞一點 540來配速 等一下可以吃補給了 好 大家可以準備吃補給了 已經要到10公里的水站 要吃果膠 可以稍微吃完 進去漱口一下 吧 水站到囉 往後面 小心小心 怎麼都沒有水啊 我要拿我拿後面的 我一小口就好 10K水站開始有超級多各種補給 餅乾香蕉梅子 然後前面準備進入雲山的小上坡 已經差不多快過半程了 現在是10.3公里 加油加油 我們跑了10.5K已經過半程了 現在的成績是58分半 所以我們現在完成大概是 1小時58分左右 所以大家稍微 以這個配速 後面會有上坡 還有風比較大 所以速度還有一點空間可以調降 所以大家盡量保持放鬆 還有一半的距離 11K 5分36秒 目前爭取到 2分鐘左右的時間長 後段就是比較辛苦的上坡 兩次上橋考驗 準備進到前面 原山 12公里5分50秒 剛剛有上坡加下坡 但是前面有大概2分鐘秒差 所以30秒是可以接受的空間 等一下還有一座橋 我們前面跑比較快 就是為了這個橋去爭取時間 下坡可以稍微緩和 盡量在比賽的時候遇到上下坡 不要突然加速太快 不然很容易在後段 就會有肌肉太疲勞抽筋的狀態 加油 現在已經是15.6公里 目前成績大概87分了 然後我們目前的 爭取到的時間大概還有1分30秒左右 然後目前最後這一段 等一下會上橋 然後回到健康路 從健康路回到小巨蛋 大概剩下最後6公里了 通常如果在這邊 你的狀況還OK 就會建議跑者可以稍微加速 衝到你的目標成績內 前面可以保守 我們就不要客氣了 第17公里 5分39 最後的4公里了 挑戰將在最後4公里這邊 開始有上坡下坡 然後橋上風比較大 但是快到終點了 距離我們的目標完賽時間 大概是1小時8、59分 繼續維持 後面實在太熱了 還要再衡水一下 天氣開始上升 現在可能是89度 OK SORRY 我們跑了18公里 5分30 現在時間1小時40分52 我們最後3K 所以跑完大概是16分30秒 所以1小時41加16 大概1小時58分左右 所以等一下的橋還有大概1分鐘左右的空間 可以稍微緩和慢跑 慢慢上去就好 力求最後精準時間抵達終點 上坡的時候稍微調整一下 小步一點 身體稍微往前傾一點 頻率快 距離破二大概還有 現在回去大概157、158還有一點空間 大家盡量維持就好 不要讓後面的下坡抽筋 調整一下 頻率快一點 小步一點 身體稍微往前傾 大概剩下最後2公里了 如果還有力氣的話 就不用跟著我可以出去了 可以衝了 加油加油 19公里 5分54秒 剩下最後2K 2K大概是11分鐘 我們現在跑完大概是1分58秒 1小時58分 1小時58分 還有一點空間 就這樣順順進終點 最後一個考驗 也就是進入健康路前的下坡 這下坡呢 通常就是快樂的開始也是痛苦的開始 因為有時候下坡跑太快 頻率就會開始抽筋 所以這邊稍微緩和一點 速度一定不會差太多 但是至少讓肌肉不要突然的負擔太大 1小時 可以走了 12分45 所以我們到終點大概是一小時58 快到了 我們距離前面終點 大概剩下400到500公尺 還有最後的2分40秒 可以抵達終點 加油加油 加油了 趕快喔 要超過我就可以潑了 趕快快到了快到終點了 撐一下 加油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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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撐一下x2 加油 加油x2 加油x3 Yay 第五球 Yay 到終點 Yay 到終點 完成完成 謝謝 謝謝 Yay 完成 完成 謝謝 最終我們的成績也就是1小時59分抵達終點 算是精準達成我們的配速目標 也帶領大家應該算是有突破破二的成績 希望有跟隨我們列車的夥伴 都可以順利達成自己的目標 我是你的教練梁哲瑞 我們自己的跑團DHRC現在也開始招生囉 如果你在明年初有計畫想參加渣打碼 或是台信女子辦碼 甚至是4月的賽事都歡迎加入我們 喜歡我們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